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菜鸟小悠 今天菜鸟特派员来到这个领口的 重型机具修理场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来找找看2009年 《易诗人》影片里面的主角 大家猜到是谁了吗 我们一起去找找看吧 走 我们记得您在那个2009年 《易诗人》影片里面 就有发愿说要借这些重型机具啊 那时候的发愿是有怪手的农友 要帮他修理 帮他修理 现在更上一层楼 干脆就多买几台 利益那些没怪手的农友 让他们有时候会用的很少 挖一条沟 钓一些东西 或者做一些土堆 或者开路 需要这种小怪手把路做通这样 那您是多少钱租他们吗 没有租啦 他们也是为师傅的事业在打扁 那我是帮助他能够完成他的愿望 间接也完成我的愿望 万一他们不会操作 只要我有时间有空 尤其是假日 我去帮他们去做 那平常除了修理这些 然后还有借给农友 你还有在做什么吗 就是做义工 譬如说种树的 进攀的 当然了 我本身也有带班 你带班 带几个班 带一八针当班长 还有一个一九三 当乌坊长 像现在你常常会 扶持农友 这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有 以我的工作的话 现实的生活 我生意并不是很顺畅 年纪也大了 就是把世间材就慢慢地放手 这个花材要渐渐地增加 这是我目前想做的一个方向 像这一次医师恩法会 我刚才得到了一个信息 叫我去扶持那个引导组 因为我教师长说 我做过很多次 心里想说 应该也可以带我们万华教师的人 去走这条路这样 把我一生最后 这个晚年充满了法的里面 让师傅跟老师 带着我们走 这是我心里 变望最大的地方 谢谢师兄 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最后我们可以一起说 slogan吗 就是 就是因为今年是师傅的90岁 哇 太棒了 因为觉得正心师兄的行仪 就真的很像是这两句话 好 那我们对着镜头一起说 90岁是恩 我们没有散 年轻少ed 增加 再能播脑里面 act planet 探ă